在朋友圈里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话,不准不是中国人,人家说了吃这个致癌,美国教授曝光这种致癌食物,等等没严总听的文章。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提高,老人们有时候也有钱了,都开始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,关注养生并没有错,但有些错误的养生办法不是在养生,而是在养病。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,就来跟大家聊聊,中国老人被这五个养生谣言太惨,别再上报,一,这个养生经验是谣言,喝酸奶能治便秘,很多人觉得酸奶给益生菌可以帮助肠胃蠕动,从而达到缓解便秘的作用,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真正的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,酸奶中的益生菌进入人体之后,存活下来的几乎很少,而且,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是,酸奶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分,是肥胖的帮凶,所以,酸奶是不能跟药物相提并论的。 而这个养生经验是谣言,糖尿病患者只需要上吃糖,糖尿病患者要上吃糖是人人皆知的事情,喝出了糖之外,就可以随便吃了吗? 答案同样是错误的,比如酒精就是严禁的,可能与你吃的药物发生反应,像糖尿病常见吃的药物,二甲双瓜,就不能喝酒。 在有很多类似蚝油、甜面酱、酱油等调味料理,都含有普通比例的糖,也同样是糖尿病患者要紧身添加的。 三,这个养生经验是谣言,既滚水喝了会中毒,既滚水也就是被反复烧开的水,有人觉得这样的水会出现亚硝酸盐,长期喝这样的水容易有发癌症,其实这样的说法并无道理。 大量的食盐上表明,即使是烧开了多次,甚至是20次再或者是20次以上的水,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,也只是在0.038毫克酶,远远没有达到会致病的程度。 四,这个养生经验是谣言,喝醋能软化血管,血管生病会给身体带来很大问题,高血压,高血脂,动脑硬化等都属于血管疾病,于是大家想尽办法,希望能疏通血管。 其实人体的血液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稳定系统,如果说酸,一满进来的话那我们的血管,就会分泌适量的碱性给它中和掉,所以不管你喝多少醋进去,都不会起到任何的软化作用。 五,这个养生经验是谣言,吃红枣能补血,不管哪个年龄的女性,最关心的事情肯定包括补血,各种喝红糖水,吃红枣,吃恶椒等等补血办法,尝试了很多可结果并不理想。 其实红枣那一点铁含量,不抵烧而且还不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,利用率非常低,红枣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,而价价人们可以吸收的铁含量是需要血红素铁,如猪肝,猪血等都是补血的最佳来源。 你还看到过哪些养生谣言吗?不妨再去留言,曝光你看到过的养生谣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